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如何快速做到这件事 就是将所有的段落符号 段落符号是指这一个 然后把它快速全部取代变成分号 做法是这样子 1点选常用底下的取代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游标是在寻找目标 然后点选更多 更多里面有一个叫做指定方式的段落 取代为分号 然后点选什么 全部取代 然后他说全部完成 一共取代了137笔记录 确定 然后关闭 好 所以这边是不是就是全部 你看全部的文字都集中在一起 好 什么叫智慧查阅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子文字的使用像逗号分号 那他就会去帮我们查查看人家网路上是怎么使用 举例来说 选到逗号或分号 滑鼠右键 点逗号或分号 就是你要先选到这个逗号或分号 然后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点选智慧查阅 点选智慧查阅 然后他在这边 他是不是说在web搜寻上面 他的生物资讯去网路上找找看 哦原来逗号的逗是这样子用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改过来 我在讲一个叫做浮水印 浮水印 就是浮水印 他会随着不同的版本换来换去 那既然他换来换去 他到底换到哪一个功能底下 这个时候我就很喜欢用这个功能 告诉我你想要执行 例如说机密文件这个浮水印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输入浮水印 好 输入浮水印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制定浮水印 例如说我是忘放置的 浮水印是文字浮水印 我就不去找那个一张图片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要放的是最高机密 所以我就把文字的内容改成最高机密 改好变成最高机密 直接点确定 这样子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每一页 每一页 谁 我先缩小 每一页 它都会有这个浮水印 最高机密 而且其实最多同学问我的问题是说 老师我想要移除浮水印 而不是制作浮水印 好 所以还是建议各位 当然你要移除浮水印 就是设计浮水印 然后底下移除浮水印 但是我想要告诉你 就是当你今天 你以后都可以自己知道 移除浮水印在哪里 怎么知道 就是这个 移除浮水印 请再告诉我你下一步想要做什么 就是移除浮水印 直接告诉我们浮水印 然后你在这边仔细去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移除浮水印 所以移除浮水印在这个地方 然后点选移除浮水印 如果开启这个功能窗格 方便我们来去做一个章节的一个切换 检视 一请点检视 二请点功能窗格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导览的这个功能窗格打开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观看一下 我想要去做那个章节的一个班仪 好 例如说 我 我希望把这一个叫做浮水印 1.13的浮水印 搬到 搬到智慧查阅的前面 好 所以 怎么去做章节的调整 第一 请点选这个浮水印 先把它缩小起来 把它的项 也就是第三项 好 先把它缩小 然后 接下来呢 就按住浮水印 拖曳到 例如说上面 智慧查阅 现在 现在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1.11 过来是1.12 1.13 它帮我们已经调整好 变成是正确 的一个编号顺序 如果没有正确的编号顺序 这个时候该怎么做 真的会发生这种事情 好 当我们调整章节顺序的时候 它的这个编号 没有去做调整 这时候要如何做 好 很简单 我们就是先将游标移到就是没有调整的那一个就是例如说标题2 然后点常用样式里面的内文 然后再点回去标题2 这个时候这个编号就会变正确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 例如说我把快速对齐最适文字大小 快速对齐最适文字 对不起 我把翻译好了 我把翻译想要搬到 搬到智慧茶叶的下面 所以如何调整章节再做一次 首先1把翻译先缩小 然后接下来 拖译翻译 就是按住翻译到这个1.13 智慧茶叶的下面 那你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时候就是刚刚原本这些的编号就会自动的去更新 好 然后重点是现在这个翻译它会从原本的1.8改回来变成1.13 如果1.13的翻译它还是维持原本的1.8 这时候只需要1.点选翻译 改成常用底下样式的内文 然后再点常用样式里面的标题2 那就所有的编号都会更新回来的 好 所以这个是那个节的一个调整 所以相对的 章又应该怎么去调整 如果我们现在想要把第三单元的图片 搬到第二单元的前面 这样才是有意义的搬移 好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我要把第三张的图片 往上搬变成第二张图片 那也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搬就是全部一起搬 所以先把三图片 所以先把三图片 左边这个折叠 先把它折叠起来 然后这时候再按住三图片 然后搬到上面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我们的这个三图片 改成二图片 原本的二表格变成三表格 好 我们再练习一次把它搬回来 如何把就是 两个章去做调整 先后顺序 所以一先点选这个二顿号图片的这个折叠 好 先把图片张给折叠 然后按住它这个图片往下搬 搬到最下面 其实这种搬法我觉得比较不好 最好是把下面的折叠起来 往上搬会比较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看方程式 所以请点一下方程式 方程式在这个地方 我一定要介绍我个人最爱的这个笔记方程式 我现在就将这个地方内容 按一下Enter键 我想要在这个地方去输入一次 就是我们的BMI计算公式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笔记方程式 好 那当然前提是 你要先大概手稿先写出来 我们这个方程式的内容 所以在这个地方点选插入 好 第一件事 点选插入 然后方程式 底下这个笔记方程式 好 这真的很好玩 首先 我会先把最主要的分子 分母的关系先建立好 分子就是它的体重 体重的单位就是公斤 可是你会发现 不管你怎么写 它这边都会出现小雪的K 而不是大雪的K 然后接下来呢 分母是公尺的平方 好 那显然它这边没有写对 那我们就擦掉 用橡皮擦 擦掉 这时候再点回去 write 然后这边再重新练习 写一下2 它为什么都改成这样子呢 所以 我觉得就不是2的问题了 而是前面 这个m 好 然后再重新写 然后 接下来呢 因为我是每一个人 全部把它加起来 所以这边有一个 sigma 然后再接下来 我要整个除以 大n n就是每一个人 好 做完了这件事情 那我就点插入 可是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对于这个K 好 我要是公 斤 所以这个K 我就把它沾掉 然后再重新自己打 打个K 这就是理机方程式 这是我蛮喜欢的一个新功能 好 可是 如果是用原本的插入 方程式 你可能就是会右线于原本的这些内容 好 我可以再重新看